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煮一道韩国的甜味年糕 比起他们传统的辣味呢,我更喜欢这个味道 首先准备以上的材料 年糕的份量大概准备一人份就好了 将全部的材料放进一个小碗,搅拌均匀 然后试一试味道,再调整自己喜欢的口味 现在准备一个不粘锅,倒入一点油 开中小火,然后放入年糕翻炒 这里要提下,我用的是新鲜的年糕 如果凝的是从冰箱拿出来 这样就要先解冻到室温才可以用 当年糕翻炒到外皮有点脆脆 就倒入刚刚调好的酱汁,继续翻炒 确保年糕都粘到酱汁 当酱汁开始浓稠就可以关火上碟 你们动手来煮一煮吧 这道带有蒜香甜味的年糕 真的好吃到无法停止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